原本三文治可以是健康的早餐 但如果錯過高納 焉睡加供育的三文治 就可能會成為胃病的兇手之一 有一個37歲勝利的男子 長居歐洲 飲食習慣一早融入了當地 因為試食兼業高納食物 又經常吃生冷食品和飲酒 返台灣做身體檢查時 就發現自己患上了胃炎 胃部已經感染了幽門螺旋幹菌 幽門螺旋幹菌主要是經由口腔傳染 途徑包括被污染的飲用水 食物或是唾液 有研究指出 八成的胃癌患者胃部 都感染了幽門螺旋幹菌 除此之外 胃癌和年齡都有關 50歲以上和長者 尤其是男性患胃癌的機率會比較高 據政府統計數字 在2019年 胃癌新症有1303宗 佔香港癌症新症總數的3.7% 排列本港常見癌症的第六位 發病率隨著年齡增長而上升 新症的男性和女性年齡中位數 分別是70歲和69歲